同学们大家好 刚才我们在79课的语法部分 专门给大家介绍了部分否定的概念 虽然说在新概念一侧的课文里面 部分否定我们只见了一次一种 也就是many和much 但这并不意味着英文中的部分否定 只有这么一种表达方式 事实上英文中的部分否定的表达 还是比较丰富的 而且部分否定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 隐蔽性非常好 我们中国同学在学英文 在读句子读文章的过程中 我们不容易发现部分否定 所以要求大家在今后的学习当中 一定关于部分否定要格外的留意 比如我们看一个句子 All the books are not interesting 大家你能看出来吗 这句话怎么翻译啊 按照我的经验 很多同学一看到这句话 马上就会理解或翻译成 所有的书都没有趣 那么如果您这样翻译的话 那么跟原文就不相符了 或者说我们说这样翻译是错的 而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应该是 并不是所有的书都是有趣的 它表达的是一种部分否定 什么叫并不是所有的书都是有趣的呢 也就是说的 有些书是没有趣的 言外之一我们还肯定 另外还有一些书是有趣的 好 大家再看一个句子 Every book is not interesting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还是很多同学盲目的就把它翻译成了 每一本书都没有趣 把它给搞成了完全否定 事实上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一个部分否定 叫做并不是每一本书都有趣 看到这儿您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呀 它怎么会这样翻译呢 怎么跟我们中国人的差异这么大呢 您要是想学会这个All和Every表示部分否定 您可以在这里面记录一个句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ll或Every等具有全体意义的词 在否定句中表示部分否定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大家认得All表示全部 而Every我们在前不久也给大家讲过 虽然它翻译成叫每一个 但是它强调的是整体的概念 那么这两个词都是一个强调全体意义的词 如果这两个强调全体意义的词 用在否定句中 大家就要小心了 它表达的是部分否定 当我们了解这个特点和规律以后 您再看到类似的句子 就显得非常容易迎刃而解 比如我们再看一个句子 All the students don't study hard 有了刚才的讲解 相信您就不会盲目的把它翻译成 所有的学生都不努力学习 我们刚才说过 All在否定句中一般表达的是部分否定 所以这句话真正的翻译方式是 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努力学习 言外之意还有一部分学生是努力学习的 当然了这个句子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说法 如果我们这样说的话 相信很多同学就适应了 Not all the students study hard 这个句子叫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努力学习 如果我们用第二个句子来表达的话 相信很多同学一眼能看出来 但是第一个句子的确跟我们汉语的表达习惯 有点不太相符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句子 Everyone doesn't like coffee Every是一个表示整体全体意义的词 它放在否定句中我们怎么翻译呢 对了依然要把它理解为部分否定 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咖啡 换一种说法 我们还可以把它说成 Not everyone likes coffee 通过这几个例子 大家可能已经感受到了 英文中的部分否定 它的隐身的性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此给大家介绍部分否定 就是给大家提个醒 以后在英语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部分否定学的会越来越多 所以每次接触到这个知识点 大家一定要留神 特别您要仔细对比 这英语跟汉语有什么差异 只有这样您才能对部分否定 有深刻的印象 好 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再见